我滅了這個幻象,也都令到,老實說,美國或西方世界有些右派,他們真是陣陣有遲 你看看,本來我們美國撐席的那一刻就好了,對不對 OK,都是獨裁的了,起碼他親美,起碼他按住,又會看著以色列,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現在我給了你六十五兄弟會上台,你說你民選真的尊重整個過程都算了 起碼原來是獨裁的,那我為什麼要給一個反美的人上台呢 會令到一些所謂的保守派和鷹派的人是真真有詞的,我覺得很可惜 我自己講一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阿拉伯之春的本質上,其實根本就是一個穆斯林的戰爭 我自己覺得就是,雖然美國方面都是一廂情願地打算用所謂民主的這種概念 其實美國都未必是一廂情願的,他只是被勢趕著走的,老實說 但我自己的感覺上就是,美國在中東問題上都是養狼狗咬春袋的 所以這一節差不多完結了,埃及就說得那麼多 下一節我們回來就會講這個敘利亞的問題 嘩,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Lin,當然怎樣 相信我,Jackie Lin超棒 你說誰呀?連Jackie Lin都不認識,當然也有暗瘡 有Jackie Lin,我暗瘡 是否電話公司?請問Jackie Lin的電話給我們學會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的,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了 我是找Jackie Lin幫忙,她倆幫我選完暗瘡 一無三暗瘡,快送完 由Jackie Lin和暗瘡 有很多人問,你切了多久 其實我們不是切的了,現在是生別重建手術 很複雜的,為甚麼呢?就是重建你有整副女性的傢俩 亦都可以做愛的,其實你是不是異性戀的? 我不是,我接受不了男人 沒有,那你是異性戀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原來搞這麼久,還有性戀場的那個人 五個一夜情,It's all wrong 逢星期一次五,深夜十二點半 五個一夜情,這樣似好聽 風雅少時,淡天雪地,喜愛全天候 五個一夜情,妄想最大膽,大把戲 愛上網,香港人網 精彩盡錄,120分鐘,為你環遊一周節目 逢星期六晚11點,輯錄一周節目精華片段 人網實體,看實香港人網 希望能減肥,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又開心,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禮程美學坊 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簡壓瑜伽班 燒脂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覆場練習也可以 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快點上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先去報名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送嫂魚羹 黃金蝦球 盛黃胡椒餅 我決定立刻去觀塘成葉街 東廣場二樓吃光你們的辣頭 黃不料拉麵小籠包訂位電話 2668-9133 好近地鐵站的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阿東、嚴達明 徐姨門 西里亞中戶哈馬省被反對派佔領的小鎮 哈爾法耶的一家麵包店昨天遭到空襲 據反對派方面稱 空襲造成至少有90人死亡 反政府武裝上傳網絡的視頻顯示 麵包店遭到空襲後幾乎粉燒殆盡 現場從七竖八躺著多具屍體 民眾從四處駕車前往現場 不停有傷者被人搀扶出來 目擊者說 空襲發生時大約有近千人在麵包店前排隊 死者中不少是婦女和兒童 還有幾十人受傷 敘利亞歷經一年多的動盪局勢發展至今 飛彈沒有轉環的跡象 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苗頭 反政府武裝聲稱已經控制了北部地區和首都周邊 並對政府軍的軍事基地發起一輪輪猛烈的攻勢 政府軍也發射飛毛腿導彈殃及鄰國 聯合國阿蒙敘利亞危機聯合特別代表 普拉西米昨天三度抵達大馬士格展開斡旋努力 考慮到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的交火已經延燒到首都大馬士格附近 普拉西米的飛機降落在黎巴嫩的機場 此後代表團一行再取刀陸路前往大馬士格 普拉西米方面並沒有公開宣布這次的行程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敘利亞信息部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居然對此無可奉告 最初是蘇利亞的政府和蘇利亞的政府 並沒有提供這次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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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9月就職以來 普拉西米的斡旋努力並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 外媒分析說這主要是因為 無論巴塞爾政權還是反政府武裝 都缺乏和談的興趣和誠意 東方衛視編輯報告 好 回到第1節 隨意問 開始講講敘利亞局勢問題 剛才看到平安夜那天的消息 敘利亞其中一個麵包店 在哈馬省的一個麵包店受到襲擊 哈馬省就是整個敘利亞第四大城市 人口大概是20萬左右 今次的慘劇就是有飛彈射中了麵包店 其實現在在敘利亞國內 無論是麵包或現有都好 供應非常短缺 很多時候買麵包都排了大隊 差不多成千人去排麵包 今次來講平民受傷 據報就說幾十人受傷幾十人死亡 也有些報道差不多成二百人死亡 多數都是婦孺和小孩 令到整個西方國家或者西方傳媒相當憤怒 為什麽現在中東的局勢要跟敘利亞說 譬如我自己看一些軍事論壇說 一句話很簡單說 沒有埃及就沒有戰爭 沒有敘利亞就沒有和平 敘利亞為什麽忽然間要說一說 也不是忽然間的 其實敘利亞的內戰已經維持了大概年半 接近兩年左右 差不多兩年 其實敘利亞的內戰 現在其實令到西方最擔心的是 因為它已經取締了伊拉克和索馬利 成為了所謂伊斯蘭聖戰的聚集地方 敘利亞的內戰已經滲入了很多國家 也成為一個間接的戰場 成為各個國家國力的一個地方和戰場 現在暫時這樣說 在軍事報防上 美國除了派3,000個美兵到伊拉克 那裏就是美其命訓練和維和 但其實也是以免敘利亞再次發生內戰 加劇內戰的倒台 因為美國是支持反對派的 另外也派了航母過去 就是埃森豪威爾航母過去 大概1萬個官兵和70架戰鬥機 也有17艘軍艦 而有4艘也有宙斯盾這個預警系統 去到那邊報防 而俄羅斯原本派了黑海艦隊過去 外於美國出航母 暫時先打到回府 剛才澤兵說得對 現在各國的取態都很蒙迴 撐得反對派最強的就是法國 法國是第一個 承認反對派是最喊的正式政府 然後英國和一系列的歐洲國家都贊得 但是美國雖然都是支持反對派 但是那個態度是 怎麼說呢 五時花六時變 也不算是很全力去提供軍事協助 對於反對派和一些情報的訊息 令到其實歐洲國家都很驚訝 為什麼美國在這件事有些進退失據呢 因為現在美國口頭上說支持反對派 他成立了這個敘利亞的自由軍 和敘利亞的全國委員會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反對派不斷有這個所謂東特分子 現在東特分子就有兩個 就是一個所謂簡稱東醫運 就是東特決伊斯蘭教會 就是東醫運運動 不是教會 另外就是這個恐怖分子 在2002年的時候 已經被列入為恐怖組織 是的 另外還有一些 譬如說支援陣線 支援陣線 現在滲入了在反對派的陣營裡面 大概一千人左右 但是呢 那麼多次的反對派活動 其實反對派本身比較散沙 自從加入了這個所謂恐怖分子 尤其是土耳其的方面到來 傳聞就說 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反擊政府軍的恐怖活動 都是由這些所謂支援陣線 和另一個叫勞斯拉陣線 的組織去發動攻擊 很多時候 只要反對派 哪裡受到襲擊的話 這些所謂恐怖分子 也都會作出橫擊 而恐怖分子裡面 我也有看過 也有部分是跟藝蓋日有關的 沒錯 這就令到美國更加難以支持 全面支持這個反對派 但是呢 反過來歐洲的說法 尤其是法國那邊就說 如果你美國不全面介入 或者有更加強的支持的話 反而是令到反對軍裡面 是越來越多這些激進組織加入 沒錯 因為它不停散沙 反對軍已經很需要更加多的支援 誰來幫忙 就好像大班一樣 誰來幫忙 你不全力支持它 你有一個正統軍去支持它的話 反而令到它唯有要接受這些 無論是恐怖組織 藝蓋特 什麼都好我都要的 我都殺的 什麼都殺的 所以現在的說法就是 究竟美國也是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美國其實什麼時候都是最關鍵的角色 但是其實埃及那件事 是令到實在是很擔心 上次其實它推翻 阿蒙伯克已經是千萬不圓 而其實本來 這個阿瑟特 都是其實美國的盟友 現在你再找一班反對派去推翻它 又是伊斯蘭組織上台 之後再反美 那麼它 第一 以色列怎麼好呢 完全圍堵 它在中東的勢力 平衡又如何呢 所以 美國其實是完全進退失局 但是它也有一點受到埃及的情況 是令到它不敢全面支持 所以在現在最低的局面 但是問題就是正如剛剛答應所說的 它已經成為了 無論是伊斯蘭裡面的教育派 和國際社會的一個戰場 根本就已經是不能回頭了 而且老實說 今天 我也看了 即是星期三 他們其中一個 應該是那個 軍官的阿頭 也在星期三 即是昨天 已經半變了 去了土耳其 所以我覺得敘利亞現在的現政府 即是原本的政府 倒台其實都是指虐可待的 問題就是第一 什麼時候 第二 要死多少人 第三 就是之後反對派走出來 可以統一各方的教派 和代表的勢力是哪一派 還是會更加嚴重地 就算被你把現政府打倒之後 其實就繼續來亂 因為開始各方自己搶地盤 這些問題 其實是令到整個局面 現在更加看不到那個方向 而老實說 你問我 雖然我不算對這個問題 有很熟悉的理解 但是我覺得責任 都是在美國 其實它應該是一早 就要找辦法 在大半年前 就已經要把亞瑟特 如果不是的話 現在出現這個局面 我相信其實美國很難擺放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除了早前我們所說的 就是巴勒斯坦問題 在一個間接戰場之外 這個間接戰場是更加大 因為其實它每一個背後的勢力 也都是在角力 譬如說我們說一說俄羅斯 俄羅斯其實它是支持這個敘利亞政府 因為俄羅斯在中東 敘利亞都可以說幾乎是唯一的盟友 而你想想 俄羅斯都不知道怎樣支持你 如果你支持你現在這個敘利亞政府 又好像跟美國會有衝突 但是它起碼在聯合國安理會 從中國投反對票 即是Veto了要譴責這個敘利亞政府 這個已經擺明 即是它無論如何都要撐一撐 問題是用什麼形式撐 其實俄羅斯暫時那盤數是怎樣計算呢 其實就算如果俄羅斯一旦派軍隊 入去敘利亞境內 就有個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美國都投暑忌器 為什麼呢 如果俄羅斯一旦出兵去敘利亞的時候 一定無可避免地要中敘利亞軍事設施 如果美國支持反對派打錯了俄羅斯軍隊 那又是另一個外交問題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俄羅斯現在有些評論就是什麼呢 最想你美國有你美國打 俄羅斯有俄羅斯打 因為其實俄羅斯也很想入去敘利亞 打那些恐怖分子 因為這些恐怖分子 基本上都是來自於土耳其 雖然土耳其政府也強烈否認 這些人從土耳其來 但是從種種跡象來看 這些恐怖分子都是由土耳其來的 而基於國防安全來說 俄羅斯也很想入去剿滅這些恐怖分子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後這樣的戰場 是搞到極度混亂 很混亂 混亂到現在怎樣收拾科是不知道的 又是那一句 變成他們自己中東有很多人的平民傷亡 這是大家都最不想看到的 為什麼要造成平民傷亡呢 其實某程度上 現在敘利亞的反對派 也都感到相當之焦急 因為第一已經打了很久 第二來講就是 他們為什麼一定要炸麵包店 或者是為什麼要射 早前射過一顆子彈過去以色列 其實以色列自從1973年之後 是未曾射過飛彈過去敘利亞 其實以色列一直都對於阿薩德政權來講 其實他們一直都覺得不鬥是最好的 因為其實以色列和敘利亞中間 是有個維和部隊隔開了對方 但是其實以色列雖然射一顆炮彈過去 但是主要不是射軍事設施的 而是什麼呢 其實之前敘利亞境內已經射過四次飛彈過去 變成他不能夠不作出一個所謂警示式的炮響 就是打回頭 因為如果不然你被人打四次 你不還一次拖 在國內的聲音也很嚴重的 以色列裡面 所以其實以色列基本上來講 他其實也不是很想敘利亞政府倒台 而且以色列也是需要借助敘利亞政府 跟阿拉伯世界溝通 是的 沒錯 這個就是為什麼一直以來 所以美國人都是這麼五時花六時變 又不肯強打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你真的被反對軍上台的話 你整個中東的平衡 尤其是跟以色列這麼接近的國家 而且本來是用來負責平衡的一個勢力的國家 出現這麼大的改動的話 他真的不知道以色列的前途怎麼走 中東整個勢力平衡是怎樣 再加上現在埃及已經變成這樣 怎麼好呢 所以這件事其實 我不知道奧巴馬政府 接下來還有四年 四年的時間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處理得不好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對於中東整個勢力平衡 接下來幾年會繼續是非常不穩定的 說多一點關於敘利亞境內問題 其實現在巴沙爾政府也準備了化墓 已經盡好沙林毒氣了 他就說沙林毒氣不是要來打群眾 你只是說而已 也有機會暗示 可能會用來對付所謂反對派的勢力 甚至支持反對派勢力的軍隊 其實現在按照這樣看 你說有一天巴沙爾突然被推翻 其實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敘利亞政府一旦倒台的話 所有的化墓和武器 全部落入所謂激進的伊斯蘭勢力 對啦 總之現在是一個糟糕 老實說 但是最慘的是現在其實 看這個勢似乎反對派勢力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沒錯 而且他們也在大馬士甲的首都 已經是打進去了 首都的外圍了 其實 但是問題是之後會變成怎樣呢 其實我是真的不敢說的 我只是說不到的 尤其是如果那些激進組織 是拿到敘利亞的武器的話 之後在其他整個阿拉伯世界 甚至去遠地 遠到高加速地區的一些政治問題 都是你沒辦法行為的 我認為 所以我覺得雖然很多國家 接下來2021年3年都會有很多選舉 換屆 包括埃及的國會大選 然後遲些德國會在年尾2013便會選舉 相信這個不可以上台 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仍然會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的換界 但是我覺得在短期內 如果以政治的問題 不是經濟問題 政治的問題 最重要的焦點 其實全世界是在敘利亞的前面問題 這個解決不了的話 我想其他也很麻煩 我們先講到這裡 會友 我們有其他高明討論一下 好嗎 好嗎 好 我本來 如果下车อ警察 早上 estamos先坐 我們看到有 core control 您是 goddess 美人发展 有ning燈 也是 硬的 材料 有用心的方向 中間有些人的吐槽 但是 就是 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 地獣 是 有些人的 可以 有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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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些人的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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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古代的… 是一個古代的圖片 是一個圖片 那是一個圖片 是1948年… 是1948年… 是1948年? 是1948年… 在这些东西显有 состав增长的地理物 那些设计者,就是这些种类似的土塑造 在这些建设的的土塑造 我们在核长的廿工那里 跟一种设计人物是不足的 也设计人物是不足的 在下一个星期中的 苏的地理物 在领库ổ市场上 我们從而出现本当鉴挂 因此 这些竹口的华城 這是日本的大陸 對 非常大的大陸 很大嗎 很大 對 很大陸 對 對 這是Grabate 也有 然後 是 日本風情畫 主要介紹這個島 正式的名字叫端島 Hashima 在日本我們叫軍艦島 為什麼叫軍艦島呢 因為在海上 這個島是像一隻軍艦 所以叫軍艦島 如果大家透過看本地漫畫 這個武神的話 海虎武神坐的軍艦就叫軍艦島 但實際上來說 軍艦島這個地方 就是在長崎市 西南方的19公里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人工填成一個形狀 所以它的海岸線是全部直不甩的 這個島很小 整條海岸線只有1200公尺 而東西的長度是160公尺 南北的長度是480公尺 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島 為什麼說這個島呢 先說一些歷史 19世紀的時候 這個端島發現有煤炭的存在 由三陵這個材伐所擁有的 什麼叫軍艦島 其中和其中一隻戰艦 叫土佐號相似 這個端島高峰時期一年出產 41萬噸的煤炭 在1960年的時候 有五千多個島民在島上居住 曾經人口密度來說 是高於東京的地區九倍的 直至1974年 由於日本燃燒燃料轉型 開始不燒煤 燒石油 1974年 1月15日就關閉 至到4月20日的時候 所有的島民也遷離了這個人工島 而這個人工島 不是叫人工島 應該說這個軍艦島 它也是由於風化 因為海水是鹹的 日日走失修 也變成一個廢墟 成為了近代日本文化的一個文化遺產 為什麼近年去到2009年的時候 由於這個島 比較上是一個新的觀光點 開始開放部分的地方 被遊客上去拍照 所以近年軍艦島也成為了 日本很多攝影師拍攝的景點 很多都漂亮的照片 剛才看片的時候也會看到 當時的報紙、玩具、陳設 很多都原封不動都在那裡 這個島的特色就是背景 講一講還有一件特別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日本的電影 《大屠殺2》的背景所在地 講到電影 你喜不喜歡看那些所謂 《虐殺困獸鬥》電影 我喜歡看《虐殺困獸鬥》電影 我喜歡看《虐殺困獸鬥》電影 不是太喜歡看《虐殺》 我喜歡看《虐殺困獸鬥》電影 有一點推理 但《虐殺》就不好看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影像 《虐殺》的東西 看得多其實是很厭的 所以看得多 一開始那麼悶 就會令觀影的興趣大大減低 但這個當然是日本人很喜歡玩的戲中 其實漫畫也很多 不過甚至在外國的戲 即是William Golding 著名的《Lord of the Flies》 即是這個叫做蒼蠅人 我不記得蒼蠅王 都是講一群小朋友 在這個地方要生存 有互相殘疾的一個故事 就是文學獎的William Golding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在世界的文壇 經常使用的一個話題 就是一個封閉的地方 即是人性的展現 我自己帶屠殺的系列 有兩集 其實也很簡單 其實就是講一班中學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全國有四萬多班 抽中一班出來 就去了一個島上 然後互相殘殺 然後剩下那個 就成為勝利者 可以回國得到總統簽名 我自己對於這套電影 我自己覺得 那個軍國主義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比較強烈 第一就是 他本身那個政府 叫大東亞共和國 跟大東亞共榮圈都相似 另外來說 我自己覺得 也有一點控訴 二戰大戰之後的日本人 是比較上不像大戰之前的軍國主義的神文 比較上是偏向內藥 這件事來講 譬如好像三島尤紀夫 他其實也作出一個類似的控訴 走了去首相府自己切腹 也都在控訴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在這套大屠殺的電影的時候 這份的味道跟其他弱殺片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明白 也都是用一個遊戲方式 就像你說 你那些人 內藥開的 就切個遊戲出來 逼你那些人受性暴發 逼出了所謂性本惡的原理出來 去年有一套荷里活的影片 叫做Hunger Game 其實也有點像 不過他當然有一個比較方向的設定 就不知道在某個時空 有些窮的國家 每年要派一個年輕人去一個地方 在森林上互相鬥爭 互相殺殺對方 誰呢 不知道12個國家 贏出的那個 就會令到 接下來那個國家的所有人民 就會得到一個什麼獨裁者的任備 就會多了東西吃 這是一個很紅的故事 將會繼續拍下去 所以這種題材 其實是不滅的 因為他容易去 用一個比較極端和怪異的設定 容易令到創作者 能夠把人性那樣東西 即黑暗那方面寫出來 容易有一種很高深的感覺 我自己介紹兩齣電影 我自己都是比較喜歡看 一套系列 之前都說過 就是恐懼鬥室的系列 恐懼鬥室 我只是喜歡看一至三集 四至六集和3D的一套 就不用看 因為基本上一至三集 為什麼會覺得好看呢 因為一至三集 基本上是一個故事寫出來的 它有秩序有系統地 就分開一至三集 這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四至六集就不好看呢 因為你要發覺 那些大型的殺人機器 基本上你不可能 做一個這麼大型的殺人機器出來 你是沒人知道的 尤其是如果你懂得 一些中標原理的人 看下去都挺硬硬 因為如果你要 譬如我看一集 就是有一把刀 一路很大把的幾尺寬的大刀 慢慢地一路過下來 是要均速地控制到 剛剛刀的肚子為止 其實一個這麼大型的機器來講 就不可能是單打獨鬥做出來 這個已經去到很荒謬的地步 所以我自己來講 恐懼鬥室 作為故事來講 或者原創性來講 一至三集是最好看 另一套 我自己比較喜歡看 香港應該是沒有上映過 有一個叫《Lake of Eden》 《Lake of Eden》 就是講一對英國的夫婦 去到一個所謂伊甸湖旅行 很難不難遇到一些 蘇格蘭籍的年輕人 一直在湖那裡 不斷虐打這對夫妻 或者虐殺夫妻 其實也都是比較上 我自己看完 就看完個人會寒 因為電影裡的那群年輕人 其實全部都是很好戲 以及顯示到 就算那群年輕人的同伴 在那兩個夫妻還擊的時候 陣亡也好 他仍然很冷漠地 在笑著做他的事 我覺得這類的虐殺電影 很多時候如果以青少年人為題材 我自己覺得寒氣就會更加入骨 明白明白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本來就答應了在forum那裡 回應一下關於槍械 有些人對我們上一集的意見不同 我們下星期二都會錄播的機會比較多 因為是1月1日 所以我們都會詳細一點再回應大家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意見的話 大寫多點下去的forum那裡 另外我們的Facebook group 就會快就會開 當我們有多點時間搞一搞 因為想弄好一點 也可以歡迎我們開了之後 在那裡發表意見 亦都容易跟大家討論 debate 辯論都很容易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給我們多點意見 我們節目也好 我們的意見也好 我們下星期二一次回應 但是無論如何 下星期二就是1月1日 記得出來讀民主賭梁力量 2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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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集合 我們出發去禮賓府 圍堵梁振英 要他們下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人網 敢說自好聽 我是JJ賈曉辰 靚煲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煲王 它的新鮮手折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辭明 靚煲王 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你為何不看我 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是不敢看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也沒用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